您说说吧 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是我在这儿表演 我很高兴 跟他一块儿 辫子 难受 我怎么问我这难受 就是没文化的人 谁没文化 说相声的 最讲究什么 文化 对呀 看我们 你怎么拉 透着这么有文化 你哪有文化 看他 我怎么 这一身的油 一点文化都没有 没有知识 没有学问 文化都在油包着呢 你瞧瞧 咱现实界不说了 文学界 咱是这个 没有什么能的 你嘿 好家伙 我跟你说 平时我这好奇的这个东西 您是好奇 答对呀 这是我的在行 是不是 谁呀 好些位啊 好些人 包括那老先生 胡子都白了 上我们家请教我去 知道吗 这个对联怎么对呀 这个诗怎么做呀 问我 您这么大能耐 那当然了 咱不说远了啊 今天来这儿 我一出门 就碰上一位 干嘛的 也不知道我 这名怎么传出去的 到我那找我来 找我来PK来了 老子啊 仇家 那可不是仇家 小话吗 人家名字不怎么样 我刚一出门 把门一锁 一回头 跑过一人来 上来 汤汤汤 说一上帘 让我给对下帘 跑过来 出对帘 当时我没犹豫 他就给他对出来了 你说到您的能耐大了 你瞧瞧 您说说这对帘什么呀 这对帘啊 您说说啊 过来跑过一人 汤汤汤汤汤 跑过来 好一边喘气一边说 厕所在哪 我没犹豫啊 拐弯就是 您那横批呢 快走快走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我快走干嘛呀 那是对联吗 这不更道吗 你这对联 多工整吧 说这格式啊 厕所在哪 四个字 拐弯就是 四个字 对不对 我要说拐弯就到了 真错了 你还知道这个字了 对不对 最内行的 我是做诗 您还会写诗 我写出这诗来 经常在各大报纸发表 所以人说我这高了 您要做诗呢 对对对 主要是做诗 那您这 做哪哪诗 人家做诗 对喝水有什么要求吗 有时候也有 您要做一首大一点的诗呢 多喝点呗 小一点的呢 那就少喝点呗 尿炕啊 尿炕想放 人家是吗 这是诗吗 做诗的时候 你不得想吗 想的时间长 不得喝点水吗 想渴了 对 您最近有什么大作吗 您给我们来来 你问着了 胖子问着了 好 你在带我 我最近还真是做了一首诗 马上就要发表 新的 这个太好了 您说说 这首诗啊 我做了一首雪赞 雪赞 我给几个专家看完以后 都没话了 哭了 就赞美雪的 对 不是 这赞美雪的诗 有的是啊 这几个专家也没见过什么呀 我都不爱说你 我这赞雪不漏雪 明白吗 什么意思 这个诗啊 是赞美这个雪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诗里可没有雪字 哦 这里面藏着这个 怎么样 最高了 你瞧瞧 我这考就考在这了 我问问您 您这诗几颜 外行 有盐 这个雪就化了 一般的就是说 这路上有雪 就撒盐 它就化了 您还得还位干过是吧 怎么了 您没明白 我问这诗几绿 都这天了 冬天下雪了 哪还有绿色啊 没了 没了 不明白 到秋天那叶子就都红了 也没有绿色了 您等等 我跟您大白话说吧 就说您这诗啊 这一句啊 几个字 哦 嘿 你看 你明白 早这么说 不就明白了吗 你对不对 我要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说了 您这诗一行几个字 七个字 哦 七个字 哎 一共四行 一共四句 哎 四七二十八 嗯 哎呦 那您这是七言绝句啊 哇 你行啊 你这和 跟我在这 这一会就聪明了 你会起名字了 你这 行行行行 这是我起的名字呀 啊 过去就有七言绝句 是古人传下来的 就是这 就是这个 就这个 就这个 那您把您这篇大作在这 给我们念念怎么样 我们学习学习 在这 啊 在这 人家台下做这么多文学家 合适吗 人家说这么半天了 已经不合适了 知道吗 哦 但是他来的 他不爱听啊 你看 爱听不爱听 哦 你看 这都是吃你你的人 行行行 咱们共同学习 哎 共同探讨 共同探讨 哎 好好好 那来来 行行 您念念您那个 听我这个 头一句啊 雪赞 雪赞 赞雪不露雪 哎 头一句是 啊 肩上一阵 黑骨隆东 肩上一阵 黑骨隆东 对 您 头一句是 拔个字 不能罢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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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数啊 拔个字 您别背着我说 哎 哎 哎 露出来说 当面说 你老背着我说 干嘛 天上一阵 黑骨隆东 对呀 对呀 拔个字还对呢 八言绝句嘛 八言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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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头句 天上一阵 黑骨隆东 是是是 哦 就是阴天下雪 啊 要阴天了嘛 哦 那您这二一句呢 二一句好 嗯 二一句是 雅四拨面 往下扔 行 这雪 跟拨面 拨就是白啊 就是白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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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七个字了 是吧 您那别老背着我 你当初面数 你老背着我干嘛 雅四拨面 往下 七个 对呀 怎么就对 七言绝句嘛 对不对 刚才说的 七言绝句 是不是 哦 啊 又七言绝句了 对呀 七言绝句嘛 那还是没错啊 本来就没错啊 哦 那是我听错了 什么叫你听错 你也是 你有毛病 没吃药 你听过八言绝句吗 是不是 刚刚领教过的 对不对 咱们这三句 嘿 三言绝句最好 您来了 我最爱这三言绝 听好了啊 说这个 坟头倒有馒头那么大 你等会儿吧 你等会儿 你先过去吧 我听了好几十个字这 您叔叔吧 到底多少字这句 您叔叔 我听了就不少 你转过来 老背儿子嘛 说 坟头倒有馒头那么 这句快抄了吧 这还没交代清楚呢 这句 坟头倒有馒头大 您这满带修剪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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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七个字 七个字吧 那您这四句呢 警示大骷髅 你活动活动 外边等雷劈去 什么意思呀 您听清楚了吗 五个字了呀 我没说完呢 你没说完 多欣欣呢 我刚说警示大骷髅 你凉快凉 我哪凉快去 你怎么凉快 完了 我还等雷劈去 谁等雷劈呢 不完了吗 那句 要先劈 先劈你这胖子 知道吗 见你真不大 讨厌 没说完呢 你凉快凉快去 我这么大一文人 让你给我推外边去 没说完呢 讨厌 我听了可完了 没完呢 你来呀